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黃偉哲市長 疫情期間在家上課 同學們不要忘了 一定要勤洗手 出門戴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準備好了嗎 現在就跟著偉哲市長 一起學習有趣的線上課程吧 我們上課囉 小朋友我們上課囉 哈囉 鏡頭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台南市停課不停學的線上教室 我是西門石小的許英華許老師 很高興又跟大家見面了喔 那麼這裡再次強調是一年級南一版的國語教室 如果你是別的年級或者是不同版本的話呢 記得要點到正確的教室喔 那當然如果你很想跟徐老師一起上課的話 也是沒有問題的 非常歡迎你留下來OK 好那我們進度呢是到第十二課 快樂不止一半 時間過得很快啊 我們已經這是最後一課了 那麼上回我們是一起討論的課文 好這一次呢 許老師要開始教我們這一課的聲字囉 那今天呢會教幾個聲字 我們說明一些部首 還有這些聲字的意思跟語詞 也會介紹一些成語 然後有成語動畫可以看 好嗎準備好了沒 希望呢你可以手邊有課本 或者一然後一支筆 或者是筆記簿 可以隨時把重點記下來 好OK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先簡單的問大家一些問題好不好 好關於這一課課文的 好你先大概給你30秒 簡單看過去喔 春天來了小豬和羊什麼什麼 好看完了來翻下一頁 好看完了準備 來問題來了 好 請問這個故事是發生在 春夏秋冬哪個季節 請做答 春 答對了 為什麼一開始他就說春天到了 好接下來問你 故事裡面有哪兩個主角 哪兩隻動物請說 對小豬和羊 好來那再問你 他們要一起 1種田 2蓋房子 3寫作業哪一個 對他們沒有一起寫作業 他們一起種田 好OK 好那麼呢 請問他們種的是什麼作物 1西瓜 2地瓜 3南瓜 蛤 有人說西瓜 故意的嗎 好他們是種地瓜 然後呢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甘薯 或者是台語叫做 寒吉 寒吉 OK好來 然後呢 故事的過程就是說 他們陸續遇到困難 然後但是呢 很棒棒的彼此加油 對不對 好彼此鼓勵這樣子 最後呢他們有個結論 就是一起工作呢 辛苦啊 只有一半 可是如果是分享的話 就怎麼樣 我們的標題快說 欸很好 快樂就不止一半 好 很棒很棒 OK來 那我們現在呢 就照一開始所說的 進入到生字了喔 登登 先來介紹一下 舉 好 來各位 我們的第一個生字 因為呢 標題是快樂不止一半 所以就教指這個字了 好 指呢這個字非常特別 它本身就是一個部首 本身就是一個部首 那不要急 我們來看一下齁 雖然只有四話 看一下它怎麼寫好嗎 數 數 橫 數 橫 欸 對對對 好四話 然後呢這時候小朋友就說了 老師跟政治記號的正很像 沒錯 因為呢數學的進度差不多 就是說第九單元也是在教那個畫技 分類那些的 所以我們都用政治記號來畫技 因為五個一數對不對 好沒錯 然後它少一畫是四畫 好 指呢本身就是部首 好 那它是像形字 像腳趾這樣子的形狀 好五個腳趾是分開的 那麼這裡呢 我們有一個部首動畫 所以可以請那個 我們小朋友呢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部首動畫 好嗎 好 來 喔 沒錯沒錯 就是你們最喜歡的 漢仔 漢仔 還記得齁 我們從一年級開始呢 漢仔就一直陪我們學習部首啊 好 開始囉 漢字說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囉漢仔 沒有沒關係我們可以再畫一次喔 嗨 今天要告訴我們什麼字呢 漢仔 這是 人走過的痕跡 人走過的痕跡 紙 原來是個紙字啊 像一個完整腳板的形狀 同時還描繪出腳趾 腳掌 腳跟的模樣 漢仔 甲骨文 是三千多年前 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 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使用的文字 之後隨著時代演進 使用字體有所不同 這是指的經文 小鑽 小鑽 立書 立書 立書就滿像我們現在在書 楷書 我們的標準字體楷書 我們的標準字體楷書 是 還可以有這樣的聯想 練起腳尖 希望拿到什麼 原來氣就是人墊腳的樣子 指也可以當作身符組字 例如地址的指 腳趾的指 謝謝漢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好 謝謝漢仔 很有趣的幫我們介紹了 指這個步手 剛才有說 可以做一些聯想 如果加上足步 就是腳趾的指 像我們這裡說的 如果加上土步的話 變成地指的指 如果上面有個人 就好像墊腳尖 想要做什麼事 企圖 做什麼那個氣 OK好 很好喔 來 那指這個字呢 基本上我們這裡介紹兩個意思 第一個就是 指 指怎麼樣 好比如說 不指一次 意思是一次而已嗎 很多次對不對 不指一次嘛 然後再來也可以當作 停住不動 就像剛才那樣 比如說停止 停止 好 停停停停止 走廊上不可以跑步 OK 停停停止 上課講話之前要舉手 OK 停停停停止 不要一直盯著螢幕 有時候眼睛要適當休息 尤其我們影片結束都有護眼操 跟著做 OK 好很棒很棒 好記得兩個意思喔 第一個就是 不指一次就是說呢 有很多次 不是只有一次 那或者是當作 停住不動 停止 這個意思 好 那小朋友筆記 可以那個筆記本啊 跟筆可以拿出來囉 這邊可以比較一下 好 止 有停止 禁止 就是不准做什麼事 還有終止 就是事情 可能做到一半 就暫停了 我們就不繼續做下去了 這個叫中止 好 跟我們另外一個很簡單的字 叫做上 好 只插在紅色的那一束 對嗎 上 上學 上方 它是表示一個方位 好的 來止跟上 那你可以拿筆 把這兩個字分別的寫在旁邊 做個互相的比較 好 那麼 這邊的止呢 還有一個是 忘眉止渴 忘眉止渴 好 這邊是說 用空想來安慰自己 就看著眉 然後呢 就可以止渴或什麼的 好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這個成語有一個由來 有一個故事 然後呢 這邊也是跟你介紹一下 成語動畫 好嗎 好的 好 這個故事呢 我們也 這個標題 民詩說成語 我們也看過很多了 好 預備開始 好 開始呢 這是片頭 吹笛字 好 哈囉 各位親愛的小朋友們 大家好 是一個人物 好 今天要來講的成語故事叫 忘眉止渴 趕快來看吧 在東漢末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曹操 有沒有聽過呢 好累好辛苦 有一次啊 曹操帶軍隊去打仗喔 那時候啊 太陽很大很熱 哈 曹操的軍隊走了好幾十里路 不但迷路了 而且因為天氣太熱 又找不到水可以喝 那時候啊 每個阿兵哥的身上 都背著很重很重的背包 結果呢 又渴又累 嗯 那可以怎麼做呢 就越走越慢了 那曹操心裡想 嗯 怎麼可以這樣呢 這麼多人越走越慢 嗯 那這樣子的話不太好 嗯 對不對 好 那足智多謀的曹操 欸很聰明的曹操 就突然間有一個想法 就跟那些士兵說 兄弟們 打起精神來 前面啊 不遠的地方 有一座梅子裡 結了很多梅子 它的味道又酸又甜 嗯 最能解渴了 那士兵們 阿兵哥聽到之後 嘿 你聽到酸梅的酸會怎樣 哇 真的 啊流口水對不對 所以阿兵哥想到梅子呢 酸酸甜甜的味道 嗯 嘴裡面就會生出口水來 於是每個人精神都很好喔 哇 暫時忘記自己嘴巴很渴呢 喔 那就真的 喔 士兵呢又有效能了 一直到 好厲害喔 一直到找到水為止喔 喔 好棒喔 好 而且也因為他們找到水喝 走路還是繼續很快 所以這一次也打了盛仗了 嗯 那這一次喔 好險有曹操對不對 對 他呀 發揮這個阿兵哥們的想像力 發揮想像力 在那麼渴那麼累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繼續走路 甚至打勝仗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後來就把它變成一個成語叫 所以呢 好我們影片要結束了 原來啊 妄梅止渴 可是成語的意思 跟原來不一樣了 就是用空想來安慰自己 來安慰自己 只會胡思亂想 對不對 然後來安慰自己 對嗎 那個叫 妄梅止渴 那我們影片呢 就先看到這裡就好 所以如果你老師不用功 好 那這樣子 各位小朋友有了解到 妄梅止渴的意思了嗎 好喔 好 那妄呢 是希望的妄 要在這裡當作想像的意思 然後 眉梅止止 渴呢 我們之前有學過喝 好 把口改成三點水 這樣子 OK好 很棒 來 下一個字 半 半 好 他的步手是十步 那麼我們仔細看這個字呢 跟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 陽 好 有沒有 很像對不對 好我們待會會來做個比較喔 那半呢 是十步五化 我們直接來看他的意思 好 喔 很簡單的意思 半就是一半 二分之一 好 比如說半數 就是 比如說在一個團體 好 就是 大概一半的這個數量 好 叫做半數 好 那半碗飯 就是一碗飯裡面大概一半 叫做半碗飯這樣子 好 有一個補充的成語 是半功倍 好 事情做一半 但是呢 這個功啊 就是得到的效果 得到的效果卻是加倍的 意思是費力少 但是功效很大 感覺好不賴喔 趕快寫下來 試半功倍 感覺很棒 你看 那要怎麼樣才能試半功倍 就是事情不用做那麼多 那麼累 然後呢 成效又很好 是要怎麼樣 做事要用對方法 用對方法 才能試半功倍喔 好 OK 來 來 來 這就是剛才薛老師說的 好我們準備筆 還有呢 一半的這個半 跟我們接下來要教的這羊呢 是非常像的 好 只有紅色這邊呢 幫你標記出來 OK 那半還有其他語詞 比如說半路 那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去哪裡 然後大概走到一半 有時候不完全是真的一半 就大概也可以 好我在半路上喔 馬上就到了 類似這樣 好 半夜 也就是晚上呢 大概已經夜深了 滿晚的時候了 叫半夜 好 那羊 我們待會兒會來介紹 沒錯 就是這一個 羊 好 羊呢 本身就是部首 羊的本身就是部首 你看 它就是真的畫羊的一個樣子 好 所以它是象形字 象形字 那這個部首的字 就跟它的種類或特性有關係 好 那麼我們播放一下好嗎 好 點 點 撇 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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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 好 要寫在中間寫好 OK 羊這個字很單純啦 就是指動物嘛 那利用價值很高喔 它的皮啊 毛 腳 骨 甚至肉或乳呢 就是羊奶 都可以工人食用 所以是非常有用的動物 那麼它的成語 好 這裡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亡羊捕牢 要介紹的是亡羊捕牢 然後小朋友就看到 欸 老師 好開心 又有動畫耶 好 你們的眼睛都很尖喔 好 沒錯的 這邊我們也有一個 蠻有趣可愛的成語動畫 然後可以介紹給大家是艾比姐姐說故事 然後她要介紹亡羊捕牢這個成語 好 那我們現在就看下去喔 好 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艾比姐姐 在今天講故事之前呢 昨天啊 有一個小朋友問我說 艾比姐姐 大人會做錯事情嗎 這個問題啊 我要等 我等一下講完故事之後 再跟大家說囉 那我們就來聽今天亡羊捕牢的故事吧 一起來聽聽看囉 亡羊捕牢 從前從前啊 有一個農夫 他們家裡啊 有一整個羊圈喔 羊圈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隻的羊 有一天 他在算他的羊的時候 突然 一二 欸 怎麼少了一隻 欸 奇怪 怎麼少了一隻啊 於是呢 他就趕快查看他的羊圈 他發現 啊 那裡怎麼破了這麼大一個洞啊 喔 一定是喔 這個大野狼 趁著我半夜睡覺的時候 偷偷摸摸 從這個羊圈 把我的小羊給偷走了啦 喔 真的是好生氣喔 農夫啊 氣的跟他的鄰居說 喔 你知道嗎 喔 那個大野狼居然呢 把我的柵欄給用壞 然後偷我的小羊耶 喔 我實在是超級超級生氣的 喔 鄰居呢 就跟農夫說 欸 那你要趕快 把你的柵欄給修好耶 不然 大野狼會再來偷更多 更多的小羊喔 可是啊 農夫卻說 啊 不用啦 大野狼喔 一定會發現我發現了啊 他不會再來偷我的小羊了啦 而且 羊都丟了 我現在的心情已經很不好了 還要修柵欄 我覺得好累喔 不用了啦 不用了啦 於是呢 他就自己一個人回家了 隔天早上啊 農夫去他的柵欄裡面看 欸 怎麼又少掉了一隻啊 他看到柵欄的破洞 喔 破得更大了 農夫就覺得非常的不開心 可是他又想到 啊 昨天鄰居明明就跟他說 要趕快補好這個柵欄 他啊 一點都沒有補好耶 難怪 楊今天又少了一隻 這個農夫覺得超級超級後悔的 於是啊 他趕快修理修理 趕快把這個柵欄給修理好 小朋友 今天啊 艾比姐姐在講故事之前 就先提到說 有小朋友問艾比姐姐說 大人會不會做錯事情呢 其實啊 大人也是人 所以當然也會做錯事情啊 但是 只要在做錯事情的時候 趕快改正 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那就沒有關係囉 那小朋友 今天聽了 亡羊補牢的故事之後 我們知道 遇到錯誤 就要趕快立即的改正 這樣子就會成為更好的人囉 那我們下次再一起來聽故事吧 拜拜 好 謝謝艾比姐姐 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給我們聽 對 好 那這樣大家 各位小朋友都知道 亡羊補牢的意思了嗎 好 意思就是說 你一開始 在犯小錯的時候 你就馬上更正 這樣子的話 還能夠補救 這樣子還能夠補救 避免以後還有更不好的事情啊 對不對 像這邊有個例子 這場比賽雖然輸了 但如果我們虛心檢討 亡羊補牢 可能這個比賽 大概還不是太重要的比賽 小比賽 然後呢 好好的檢討 然後雖然輸了 但是我們找出不好的 或者是 還要加油的地方 然後呢 去補救 去亡羊補牢 欸 還有機會呢 還有敗部復活的機會 就是說 可能下一次會更好 或者是還有機會 可以再挑戰一次 OK 這個叫亡羊補牢 那老師覺得這句成語呢 也是蠻適合我們低年級學習的 很有趣的 好OK 接下來 緊接著我們 有兩個藍色的字呢 老師是跳過去的 因為他們標注藍色是認讀字 你就是會認 然後知道它的讀音 跟簡單的意思就好 好OK 來 那麼我們緊接著到下一個字囉 這個字是我們的甜 甜 好甜這字也很有趣 本身就是部首 本身就是部首 那它的樣子也跟我們 真正的稻田的樣子很像 跟我們真正稻田的樣子很像 對 所以你看 好它呢 原本就是綠色的 稻田大概就是一塊一塊 好 然後慢慢變這樣 然後最後變我們現在寫的字 所以甜這個字呢 跟甜地或耕種的事情有關係 好嗎 OK 這個字呢 是整個圍起來的 好 那老師呢 先簡單的播放一下 數 橫折 橫 數 橫 屋葡叒 比如說農田或田地這樣子 有人有一個成語耶 老師 我們來看看 滄海爽田 好 老师我认得海还有田 不过沧海桑田是什么意思 它是比喻说世间的事情 变化很大 变化无常 好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 以前这边是没有人的荒野 一大片田野都没有人 好 现在竟然是高楼大厦林立 哇 变化超级大 好 真是沧海桑田 意思就是说世间的事情 变化已经超过你的想象 变化非常大 好 那沧海桑田呢 也通常就是人心里有所感慨的时候 这里本来都没有人 现在变化很大 我们小时候的家乡 都是很多的稻田 还有蜻蜓 泥丘 现在通通没有了变成高楼大厦 或者是游乐场 这样子就是有那种 沧海桑田的感慨 一个想法这样子 好 那在这里呢 有另外一个地方 要请小朋友拿出你的笔 和笔记本哦 我们这里呢 有比较几个字很像的 那个相似字 好 以田来出发 田本身呢 就是跟土地或耕种的地有关嘛 田地 农田 那如果在上面加了个草布 好 这也是我们的生智之一哦 就会得到苗 好 绿苗 鱼苗 好 老师 苗我知道它是草布嘛 就小小的植物 好像地瓜苗 可是鱼 鱼怎么是鱼苗啊 鱼会种吗 好 你可以拿来 你可以把鱼拿来种吗 不然鱼苗是什么意思啊 好 各位 我们鱼苗呢 其实就是小小的鱼 然后呢 它可以长大长大 那也就是跟我们的 像地瓜苗 稻苗一样嘛 所以呢 我们就把那样子的 可以长大的拿来养的小小的鱼呢 就叫做鱼苗 那同样道理也有虾苗哦 好 那就是一个 只说是很小很小的 然后它可以长大的这样子的 看是动物或植物 了解吗 那像你们也是哦 小朋友就是我们国家的幼苗 就说你们呢 都是小小的 然后可以长大 然后呢 会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你们是国家的幼苗 这样子 了解吗 好 加上三点水又有凸出去 好 就是油 我们这一课刚好也有讲到 绿油油 对不对 好 那油这边也有一些 什么石油 酱油 加油 加油 这样子 好 对不对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一课的相似字哦 你可以稍微把它写起来比较一下 好的 来 接下来 好 是本课重点中的重点 包括我们课文也有个地方在比较 这个在 还有另外一个在哪里的在 好 那小朋友常常会搞错 小朋友常常会搞错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么别急 我们先来学这个字怎么写 那还有它的步手也很特别 是胸部 是胸部 那我来播放它的笔画 你可以在镜头后面呢 跟着这个电子书一起书写 OK 开始 好 只有六话而已啦 不难写 那只不过它的构造呢 横竖 横 这些 好 所以大家还是要一笔一笔 一笔一画的把它写好 那胸部就藏在它的字里面 好 在这个字呢 有重复或继续的意思 比如说像我们最常讲说 再见 好 下次再一起玩 那这个在呢 就是希望说能够有第二次 能够继续 好 本课的句型 先怎么样 再怎么样 我们课文讲到先除草 然后再种田 对不对 这边有说先洗手 再吃饭 好 这个在呢 指的是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这样子 好 成语这边也是跟它的意思 有相关的 比如说再接再厉 好 相信大家平常 蛮常听到这句话的 再接再厉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放弃 继续的加油 继续的努力这样子 好 那当然 我们这一课呢 就是有这个意思啦 小羊要放弃了 小猪就鼓励他 小猪要放弃了 小羊也鼓励他 就是一起加油 然后呢 再接再厉 相信老师们 或者是家长们 也常常鼓励你 如果遇到什么挫折 比赛不顺利 或者是呢 运动 还是说要做一个什么作品 就画什么画 觉得都不顺 画不好 不想再弄了 这时候深呼吸 好 继续努力 再接再厉 好 一定会更好的 这样好吗 OK 好 那我们再讲一个字 就差不多时间要到了哦 这一个 瓜 好 我们介绍到地瓜嘛 那就教瓜这个字 本身就是一个布首 你看 它就是象形字 画像瓜的样子 那这布首里面的字呢 都跟草本植物的果实有关系 好 不好写哦 好 要看一下哈 撇 瘦撇 瘦条 对 第三话 点 好 那 对 这样子 虽然笔画是不多 但就像老师说的 不好写 那个位置 还有呢 第三话在中间 好 勾起来 这样子 瓜意思 刚才就说了 好 是草本植物的果实 呃 成语的话 介绍一下 瓜熟地落 好 意思就是你看嘛 像我们如果一些果实 如果熟了的话呢 它是不是它的那个小地 就会连接的部分会掉下来 意思就是说 时机成熟了 事情就会成功 那这边是要安慰人家说 不要急 不要急 按部就班努力 只要时机成熟 事情就会成功 就会瓜熟地落 好 OK 来 孩子们 你们今天都非常棒 真的 好 我们复习的课文 然后呢 也学了好多好多个 新的生字跟语词 那也认识的成语 所以真的很棒哦 好的 那一样防疫在家呢 吃好睡好 保持好心情 好 把身体顾好 OK 好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小朋友 用眼三十分钟 要记得休息十分钟哦 现在请跟着老师 一起来做护眼操吧 首先拿出你的食指 我们先来按压上眼锅 1 2 3 4 5 6 7 8 接着按压你的鼻梁 1 2 3 4 5 6 7 8 再来是下眼窝 1 2 3 4 5 5 6 7 8 然后是太阳穴 1 2 3 4 5 6 7 8 接着把食指拱起来 我们来按压上眼眶 1 2 3 4 5 6 7 8 再来是下眼眶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最后请伸出你的食指 和大拇指 我们一起来按压耳尖 1 2 3 4 5 6 7 8 再来是耳垂 1 2 3 4 5 6 7 8 我们的护眼操结束咯 我们的护眼操结束咯 是很好的 谢谢观看